裁判彻底急眼了 为了保护外国姑娘 把中国姑娘撞飞三米远 王雪经常被权迷们亲切的称为是飓风女孩 其在战力打击技术上面非常强悍 经常和男性同胞们一起训练 王雪的重拳经常让对手感到忌惮 年纪轻轻的王雪 曾经连续获得过吉林省拳击冠军 实力强大 王雪被拖入地面之后 依旧不会放过对手 虽然是一位双七选手 双修MMA和拳击 但是在地面上 王雪意识如鱼得水 在此之前 地面一直是王雪不敢面对 不敢直视的项目 一直都是王雪的短板 但是经过不断训练 王雪这次站起来了 他再也不害怕对手了 今天挑战他的是来自白俄罗斯的 新生代拳击明星克谢尼亚 长相可爱 皮肤白皙 远看还以为是一个小伙子 克谢尼亚在身高和臂展上都不占优势 虽然刚成年 但是克谢尼亚练的是童子功 从小就开始练习拳击 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 克谢尼亚自七岁开始练习摔跤 有着九年的摔跤经验 算得上是一位柔术小天才 红方拳手王雪 蓝方拳手克谢尼亚 比赛一开始王雪就迫不及待发起进攻 后手拳加前手组合拳砸向克谢尼亚 克谢尼亚被打到背对着王雪逃窜 外国小妞顺势爆摔 看来克谢尼亚在赛前做过功课 他了解王雪比较惧怕对手拖入地面 王雪的战力技术相当优秀 这不容置疑 但是在地面就不一定了 上位的克谢尼亚非常凶残 表情都扭曲了 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克谢尼亚在场控上面显得很老道 王雪冲出去了 就连现场解说也感叹 世界上最强烈的对攻 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对攻 也不是狮子和老虎 而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决 王雪通过翻滚压制住克谢尼亚 克谢尼亚顺势拿头 拼命地想做断头台 但是王雪也是极力挣扎 准备反扑 王雪死死压制住克谢尼亚 用地面膝的招数 但是他并不练战 因为这样会消耗大量体能 机会放开了放开了 我们看克谢尼亚虽然加臂 但是他的右手手肘没有塞到下巴里 对 这样的是机会不大的 除非你把对方搅匀 对方过太 对 克谢尼亚的绝对力量 不是那么强 看起来是相对瘦弱一点 是 掰开了 但是王雪有掰手套的 这个嫌疑要注意 克谢尼亚翻过来 小心 两个人的转换真快 对 作为一个有丰富战力经验的女子 我觉得事实后该退出战斗了 克谢尼亚的绝对力量感 是远远不及王雪的 王雪太有劲了 回到战力之后 又是王雪的天下 再次拿到上位 克谢尼亚 就像童小老师说很敏感 这个绝对力量的确是不如王雪 王雪冲过来 两个拳 两个换锤 两位女选手认真的对战 非常有魅力 扫贴 左右的摆拳 扫贴 再轮 王雪是当年吉林省的拳击冠军 两年的拳击冠军 所以王雪在这方面是绝对是有优势的 帮 克谢尼亚抱得很低 王雪压胯很快 再次顾脚 王雪要转换吗 必须要转换 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布置断头 转换了 往背后 往背后 我们看他的右手把位 什么时候松 右手把位 什么时候松 松 好漂亮 哎呀 哎呦 撑住啊 王雪是步步紧逼克谢尼亚 一点点压制 根本就不给对手喘息机会 克谢尼亚的发型乱了 体能也消耗殆尽 两人通过高扫拉开距离 王雪继续施展腿法 往前压进 左右挥拳 克谢尼亚只能抱头防护 这个外国女娃太可怜了 裁判见识不对 吓得直接撞飞王雪 保护外国小妞 这要再打下去啊 可能就受伤了 海外裁判也是很机智 扔了白毛巾投降 这就是王雪 一个集美貌 实力 技术为一体的权力